我在台中中山堂 2019年南岩之隐 烘香腸 走起 私底下的泥是完全 跟我想像中的你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 你會幫人家提什麼 提那個啊 然後都會說 你幫忙看一下行的 就是像大哥 照顧這個大家庭的感覺 從頭到尾都在台上是什麼感覺 那這種感覺就是 你幕一打開 你就是等待謝幕了 其實中間所有的一切 你就是那種感覺的 因為你就是在演了 你就是記憶品嘛 可是你在後台 上台前的那一剎 那真的很想死 哈哈哈 跟你一起 站在台上 我很放心 因為你會救我 哈哈哈 我不會救你 哈哈哈 那我上台前呢 我都會準備 看好我自己的道具 有沒有到齊齁 當然工作人員 會先幫我準備好 但是我在上場的時候 我覺得要確認一次 就是東西待會要明明 要在哪一場上去 然後沒有出現 再拯救 所以每一個世界都很重要 工作人員很辛苦 你看好 你看看 在後台啊 所有人不分男女 不只先 不只先 不分男女 大家都是直接這樣拖的 我告訴你 我不會彈琴 是一杯幫我彈的 是我彈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要從那個 那個 一江湖 回到做來做下 對 在那個時間點 就是真的要再早一些 再早一點 好 你看喔 這麼一點點 0.5秒的事情 對 要跟我計較 但這就是專業 他的那個時間點 五間的工作 所以五間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我現在確定大家是不是都Ready好了 嗯 然後我再有辦法講白沙 換廣告 讓觀眾可以看到一些正常的東西 不要看到一些當中 不該出現在這個局目的人 我們就是不應該出現在這個局目的人 你們是要看他們 我們就是一張桌子三張椅子 一個背後的投影 就是要跟他說 這裡就是警察局 他們相信 他們絕對相信 這裡就是警察局 再加上 會有人穿檢查的衣服什麼的 他們不會覺得他在錄音 被訪問我幹嘛 或做筆錄的 因為很多劇場的氛圍就是 要去靠音照 對 所有有關於這個演出 他的聲音 有關於聲音的部分 無論是演員的聲音 或者是演出中會使用到的音樂 音效 然後都會從我們這邊來做統整之後 然後經過擴音的方式 然後讓所有觀眾能夠聽到 童恩他的音感超好 他對音樂真的要求 找不到他有多好長 所以就趁現在大家趕快做調整 因為待會兒一旦出去了 就 對 我們要對台下的觀眾朋友 唉唷 新街上的好 我正要再美他就關燈 什麼意思 哈哈 我心想要你給我一個問題 我願意為你對天的令人相信 你會讀到我的影語 答案就是我的情線称坪語 只要你給我一個手心 我會擁擠 全身的力氣把你 我擠 我會擁擠 我會擁擠在身上 你沒有人尖叫人 你以為你真的有辦法等我什麼才華嗎 那是因為他知道我愛你 這聲音可以喔 今天聲音蠻亮的 阿輝任賭不服輸 阿輝任賭不服輸 這是傑哥的幽默喔 因為他跟輝哥很熟 那輝哥有時候會弄傑哥 會把傑哥的麥關掉 他剛剛就弄他 他說不服輸什麼 阿輝任賭不服輸 阿輝任賭不服輸 願賭不服輸 阿輝願賭不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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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What's with your domain You're only killing time Killing time 男人之力 江湯湯 您今晚工程的場次為 故事工廠第365 場次的演出 好的 即將要封箱了 那在這邊呢 我還要特別感謝一個人 我們的舞台技術指導 饅頭 還正在收東西 來抱一個 抱一個 辛苦了 辛苦了 身手不見五指 我就會很需要饅頭 給我指引方向 他是那個人 要不我可能在舞台上摔死 我都沒事要偷摸他的小丑 真的 其實封箱就是等待下一次的開箱吧 對 所以不會有太多想像 你絕對會覺得是一個階段的休息 然後我們期待下一次 再把這個箱子打開來 然後再來重新的門出這樣子 每當寶貝站上來 其實那種放心的程度就是 哇 如果我出錯 不小心出錯 你絕對會救我 那種 你知道 會有準備 舞台劇它就是一個招生目死的意思 目一起 兩個小時後我要結束 它又死掉了 隔天又是重新來過 我們要重新活一遍 其實那個Renew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一輩子都要面對的課題 沒錯 這是我人生的使命 就是要帶給大家開心 因為看到大家開心 我們就會不開心 然後我們開心的話 就會有小孩子 一開心就要 保暖私音樂 做開心的事 做愛做的事 劇場有一種 你想像不到的魅力 有時候你不是來看完美的人出 有時候你是來看大家在台上出問題 這就是一個現場 我們很要求自己完美 但是我們最後會放過自己 就是我們也是人 我們不是機器 所以我們在台上出錯的時候 我們允許自己發生 台下觀眾 有時候其實也是很期待這種 這種 小小的驚喜出現 因為你看四年前 你也沒有 你也沒有 對你也沒有 寶哥也沒有 沒有生到現在有 志凱也沒有 寶哥那時候也還沒有 對 我們這一齣是 這齣戲是專門孕育 孕育 孕育生命 孕育生命的 孕育生命的好戲 孕育生命的藝術戲 孕育生命的藝術戲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小孩 你就來看這齣戲 孕育生字矩 孕育 seems Games 比去 valeur ze probabil都還好用 因為我們已經快要突破到 連阿德姐都要生小孩了 我們昨天要是70%貓了於耶 我昨天在整理照片的時候 因為愛子我們兩個都滿 所以我必須要三早點 最後才發現 欸 這戲很早就開始演了 然後一路演到現在 然後我每個時期的頭髮都不一樣的長度 然後大家也都是胖瘦不一樣的狀態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 在2019的風向 我覺得大家的震撼不可以講 編導黃色凱 他偏偷也不可以講 當爸爸 你們站在舞台的兩端 然後對彼此 訴說自己的心情 或唱或說 太美好 誠懇啊 導演交代 要誠懇 對啊 因為怎麼樣都唱不贏王公安啊 我們真的 故事公安的作品真的是靠大家 靠大家把故事公廠的每個戲 都很真誠的呈現給觀眾 然後真心的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對 因為比如說你電視你在怎麼拍 你就只有導演或工作人員給你有回應 可是觀眾你永遠不知道 你只有等播出的那一天 然後就看流言串這樣子 但是你舞台劇的話 你就是當下馬上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觀眾是不是跟你一直笑 跟你一起哭哭 跟你一起感動 或者是跟你的狀態走 我覺得那個回饋很實實 如果你想要Live現場 親眼看見很多人都同時的在舞台上發光 那你一定要買一張票走進劇場 希望導演先往那邊噴 往那邊噴 往那邊噴 穿你耶 哈哈哈 我覺得劇場很感人的地方就是 大家一起然後玩這一件小小的事情 然後就把這個小小事情變成一個很 很很有層次的感觸 然後一起把這感觸再帶給其他的人這樣 譬如說電影跟劇場 大家可能會立即就會選擇去看電影 但我覺得在劇場裡面 有電影沒有的東西就是 表演的瞬間 那個所有的氛圍 是觀眾跟表演者一起建立的 這一場我都沒有台詞 但是我就是處在這個場上 我會有我自然的反應 有一些觀眾 就是喜歡看沒有台詞的演員 他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舞台劇 我想你應該很有感覺 這舞台劇魅力的地方 就是 我覺得豐哥他就是傻傻的做 然後義無反顧 我覺得他只是為了 要教育我們下一代年輕人 金劇場 有一次以來 我們就是只說台灣這個土地上的故事 故事情節裡面出現了某一些畫面 你都會發現說 這是我隔壁的啊 我隔壁就看到這種事情 那個誰誰誰 家裡面就發生這個事情 買一張票坐在那裡 對 跟一千五百一個人一起歡笑 一起唆棄 漂亮啦 謝謝志凱 漂亮啦 OK 志凱現在啊 啊 啊 當爸爸了 啊 好不好 男言之隱當時 寫這個戲的時候 那時候還空窗期的 對不對 對他那時候空窗 寫完 寫完這個故事之後 感覺好像得到一些愛情的想法 後來就那個 結婚生子 好不好 接下來就看薰姐 男言之隱這個戲 是故事工廠目前演出 其實是場次最多的一個大型作品 很多觀眾是 從這個戲 他得到了那種滋潤 因為在感情上面就是 也許曾經困惑 看這個戲他知道說 我應該要怎樣學會去表達 然後怎麼去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所以未來都希望說這個作品 能夠透過不斷的演出 然後未來在線江湖的時候 能夠讓觀眾在看戲的時候 一樣可以得到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情感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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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